大家好,这里是万门阿拉伯语初级,我是白野 这讲是我们的第七讲内容 在这讲第一节,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发音符号 叫做谍音符 在讲这个谍音符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之前在第二讲讲过的十二个发音符号 分别是一个静符,三个动符,三个潮音符 两个软音符,还有三个谍音符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个静符 静符长什么样 在字母上面画一小圈 表示该字母只发符音 这是静符 然后是三个动符 第一个开口符 在字母上面标一个短的斜线 表示该字母发半张嘴的 当然有的时候 在给某些字母上标的时候 它会发成浑厚一些的 这个我们之前也实践过 然后齐齿符在字母下面 标一个短斜线 表示该字母发齐齿的一 一 然后合口符 在字母上方标一个近似于万物的符号 表示该字母发合口的 呜 呜 注意动符的开口齐齿和口 都是短圆音 然后与这三个短圆音 相对应的就是三个长圆音 长音符 第一个开口长音符 长什么样 我们看可以长这样 一个ELEF 左边一个ELEF 然后字母上面标开口符 表示该字母发长的 长的开口的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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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长这样 这是一个ELEF 形状的ELEF 一个ELEF ELEF 变成ELEF的样子 然后在上面标开口符 一样 长音的ELEF 注意 比这个短的开口的E 要更浑厚一些 ELEF 当然 在某些字母的这个 情况下 它要更浑厚一些 比如说这个 BODUN PROUN PROUN 更浑厚一些 然后 长音的 齐齿的长音符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在字母左边标一个 写一个 ELEF 注意 这个是真正的字母 ELEF 这个是ELEF 形状的ELEF 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个真正的ELEF 右边的字母标 齐齿符表示这个字母发长音的 齐齿的 E E 然后 套长音符 在字母左边标一个字母 WOW 要字母上面标 合口符表示这个字母发长音的合口的 U U 我们看这个 套长音符 两种写法 我们只记这个 就可以 因为这个更常见一些 下面两个软音符 首先第一个字母 加一个 ELEF 这个字母标开口符 左边的字母 ELEF 标静符表示这个字母有一个 从开口 E 向 齐齿 E的构度 读作 A 下一个 第二个软音 字母 加一个字母 WOW 右边字母 不要开口 左边的WOW 不要静 不表示这个字母 有一个从开口 向何口 W的滑动 O O 最后是三个 鼻音符 首先第一个开口鼻音符 我们看 可以这么写 一个ELEF 右边是 这个字母上面是两个开口符 双音符 也可以这么写 这个YEN型的ELEF 变成YEN的ELEF 然后右边再写两个开口符 表示该字母发 开口的鼻音 N N 然后是奇耻鼻音符 奇耻鼻音符 在字母下面直接标两个奇耻符 表示该字母发 奇耻鼻音的 IN IN 最后是合口鼻音符 在字母的上面直接标 一个合口鼻音符 可以写两个合口符 或者联系 也可以 表示该字母发 合口鼻音的 WIN WIN 好的 我们进入这一节的主题 这一节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发音符号 叫做叠音符 叠音符 用阿语怎么说 口语可以念成 叠音符 叠音符本身并不发音 叠音符表示一个带净符的字母 与一个带其他发音符号的相同的字母 注意 相同字母 重叠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个发音现象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 开头是一个标开口的 然后敬符的字母 然后敬符的字母 然后后口鼻音的 读的时候要念成 我们看一个标敬符的字母 和一个标其他发音符号的相同的字母 在一起的时候 这么读可以 但是写的时候不能这么写 要怎么写呢 要这样 只写一个t 写一个t 然后在这个 这个后鼻音符下面 写一个叠音符 表示这个标净符的t 藏在了这个t里面 这是两个t 一个是敬符 一个是后鼻音符 读成 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开口的r文 敬符的d论 后口鼻音的d论 这么读 但是不能这么写 写的时候 这样写 写一个d论 然后在d论的上面 标一个叠音符 叠音符 再标一个后鼻音符 表示这个dell 实际上是两个 两个d论 两个dell 这两个dell 一个是敬符 一个是后口鼻音符 符成 下一个词我们看 这个 合口的elef 胜符音 敬符的meme 然后后口鼻音的meme 门 读的时候 但是写的时候 只写一个meme 在meme上面标 叠音符 再上标 合口鼻音符 表示这个meme 实际上是两个meme 第一个meme 标竞符 藏到这个meme里面了 然后叠二个meme 是合口鼻音符 但是这个藏起来的meme 有一个迹象 就是这个dell 音符号 藏了一个竞符的meme u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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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词 开口的fe 开口的fe 敬符的nun m 然后后口鼻音的nun nun fe n nun fainnun fainnun 这么读 但是写的时候 我们只写一个nun 标叠音符 再标这个 后口鼻音符表示 这个nun 是两个nun 一个nun 标竞符 那个nun 藏起来了 什么迹象 我迹音符 表示 藏了一个标竞符的nun 要读的时候 这么读 fainnun fainnun 所以我们可以看 betton fraton ummon fainnun 写的时候 只写一个字母 但是读的时候 注意 实际上 等于是 有两个相同的字母 前一个标竞符 后一个标其他音符 两个字母 在一起 像是一种 相同的 双符音的感觉 大家可能会问 如果这两个 都是竞符 怎么办 大家放心 阿拉伯语 除了某些 外来词之外 两个竞符 不可能相遇 所以 竞符后面 必须要跟一个 非竞符的 这个 这个字母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叠音符的形状 写法 叠音符 在字母的上方 长这个样子 我们来写一下 横线代表字母 字母上方 写一个 注意 倾斜着 写一个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有点像 翻 翻 斜过来 这个样子 这个是 叠音符 叠音符 可以和 除了竞符之外的 那11个 发音符号 搭配 我们来看一下 叠音符的搭配 首先 叠音符 加动符 第一个 加开口符 我们来写一下 横线表示 字母 先写叠音符 注意 一定要先写叠音符 然后在叠音符的上方 标 开口符 这样标 注意 标的时候 有些距离 不要 把这个东西标成这样 标成一个B 这个就不好看了 不规范了 有点距离 像一个 十分 斜过来 这个是 叠音符 加开口符 下面我们看 叠音符 加起尺符 长这样 大家记得 起尺符 写的时候 是 是 这样 对吧 在横线 字母下面 字母下面 不要起尺符 但是 叠音符 加起尺符的时候 注意 先写 叠音符 先写 叠音符 然后 把起尺符 从下面 提上来 写在 叠音符的下面 像一个 三十一 被写过来的样子 三十一 写过来 先写 叠音符 叠音符 下面 标起尺符 就不在 字母下面了 然后 是叠音符 加 何口符 怎么写 写的时候 横线表示 字母 先写 叠音符 叠音符 上面 标一个 何口符 有点像这个 九十三 被写过来 何口符 所以我们可以看 一个 十三 三十一 九十三 大家可以根本记一下 当然注意 写的时候 一定要先写 叠音符 先写这个三 下面是 叠音符 加 长音符 首先 叠音符 加开口长音符 我们看 可以这么写 横线表示 某个字母 写 elif 然后 先写 叠音符 再写 开口符 再写一个 十三 先写三 后写十 当然 也可以 然后是叠音符 加这个 奇尺长音符 我们看 怎么写 先写一个字母一样 然后 标 叠音符 然后 再标 七十符 这样 然后是叠音符 加 长音的 何口长音符 何口符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写 韩式 字母 先写一个 然后标 叠音符 然后标 何口符 就是多了一道工序 多了一道工序 先写叠音符 再写 其他音符 然后叠音符 加软音符 我们看 第一种 第一种 叠音符 加 怎么写 先写一案 然后 先标 叠音符 开口符 右边完事了 标左边 净符 第二种 叠音符 加软音符的情况 是这个 叠音符 加 一样的写法 我们看 先写 左边 叠音符 加开口符 完事了 右边完事了 左边 净符 然后是叠音符 和三个 笔音符搭配 我们首先看 叠音符 加开口笔音符 怎么写 我们来写一下 红线表示字母 先写一个 Elef 或者是这个 Yes型的 Elef 都可以 然后 先标 叠音符 在叠音符的上面 从上往下标 两个 开口符 表示 这个叠音符 跟开口笔音符 搭配 一个 113 注意 Elef 不要忘了写 113 下面 叠音符 加 奇耻 笔音符 直接 在叠音符的下面 标 两个 七尺符 我们一般 七尺笔音符 这么写 对吧 在字母下面 标两个 七尺符 但是 跟叠音符 搭配的时候 先写 叠音符 然后 这两个 七尺符 挪到上面来 这么写 311 这么写 这个是 七尺符 加 叠音符 下面是 叠音符 加 何口笔音符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写 一种写法 叠音符 然后上面 从上往下 两个 七尺符 两个何口符 993 993 这样写 注意 这个叠音符 倾斜的 这个 大一点 然后 这两个 何口符 最好能够 坐在 两个叠音符 上面 这样就显得 更好看一点 或者 我们可以连写 像这样 这样 我们来写一下 叠音符 连写 也可以 加 何口笔音符 下面我们看一下叠音符的发音 如果 这个叠音 是一个色音字母 比如说 叠音符 带进符的字母 不发音 只需 稍加停顿 即可以发其后面的音符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之前看到这个例子 中间 稍微停顿一下 就可以了 下一个 中间这个 稍加停顿 即可 下一个 我们看这个 不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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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 del 静符 del 停顿一下 不顿 即可 如果 该叠音 是一个 擦音字母 比如说 seen seen thought 这样的 或者色擦音 在 鼻音 meme nouan 边音 lame 颤音 pro 这样的话 带进符的字母 按规则发音 我们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 这个 meme 鼻音 meme um mon um mon 这是一个 下面 lan 边音 l 怎么读 me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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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个 是个 颤音 怎么念 ma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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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按 规则发音 而不是停顿 也无法停顿 我们再看一下 发音的时候 两个字母 第一个标进符的字母 和第二个相同的 标其他音符的字母 一块发音的时候 要自然过渡 不要太声音 比如说 button 不是 button 自然一点 另外 注意一点 叠音 切记 与长音 混淆 在发音上 有着本质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还是这个 button button 这个是叠音 长音 怎么念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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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下一个 hraddon hraddon 长音 hra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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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再比如 我们看这个 umman 长音是 um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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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区别 但比如这个 啊 fan un 长音是 fan 我们看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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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样 大家注意 这个黑色的 叠音的 和蓝色的 长音的 不能相互混淆 好的 谢谢大家 和owych 咱们 咱们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